切換畫面 等一下先把USB的線先拔掉 先擺旁邊 然後請各位到後面那邊 剛剛那個領材料的地方 先拿一個生抽板 然後呢 那個後面有那個 剛剛講那個鋁箔的那個 這個叫什麼 貼牆壁的 廚房貼牆壁那個鋁箔紙 各位就剪一大塊來 把它切成幾塊 隨便你 那反正 Ageron的輸入 A0到A5那邊最多可以有六個輸入 所以你最多切六塊 然後把它用那個保利龍膠 把它貼起來 把它貼起來 分開貼 分開貼 要隔開 然後呢 你再剪那個單心線 剪單心線 然後把這個地方 用膠帶把它貼住 貼在鋁箔紙的上面 那貼的時候呢 要努努的 要把那個縫縫 盡量把它貼密 把那個把貼 這樣接觸會比較好 這樣三個 請做三個 做三個 然後在那個線的頭這邊 因為這個線比較細 所以等一下插到那個 線裡那個擴充板那個插座的時候 它會比較容易掉出來 所以請你對折 把這個線對折 然後用斜口前 把它壓扁扁 把它壓扁扁的 這樣子等一下插到那個線裡面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掉出來 這樣 這樣等一下放進去的時候 它比較緊 比較不會掉 好 好 麻煩各位 好這個就是一個大型的觸控板 等一下用手摸就會有反應 很神奇喔 其實你們學校的一些裝置上面 你就可以貼 貼鋁脖子 然後拉導線 好 這樣子就可以做大型的觸控板 好 比如說你做一個大大的圈 大大的叉 然後小朋友只要去摸那個圈 或摸那個叉 你就可以把它設定 是答 他是答YES或答NO這樣子 好 可以做這樣的東西 好或者做一些機關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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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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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鸡蛋 直接固定在这上面 直接贴上去 然后这三个手机 等一下胶带贴到贴到的那个地方 你摸胶带上面是绝缘的 所以我们不是要摸胶带 我们是要摸下面的那个铝箔纸 然后胶带透明胶带 把那个线跟铝箔纸贴在一起的时候呢 尽量把那个缝缝给掐掉 把它空气压掉 这样子会贴的比较好 那你这个是用胶水淋上去吗 这边用压克力胶黏上去 如果各位老师在意那个造型就把它剪漂亮一点 所以这底下是先用保力龙胶黏 对 这边全部都黏完 对你就 黏完以后 黏上去之后再用这个把它贴上去就好了 对 这个住房间是不是也要再 这个把它去掉 对对对 两关都去掉 那个担心线 那个塑胶要去掉 才能跟铝箔纸贴在一起 要导电了 然后你三条线都黏在上面黏好之后呢 请你拿一个杜邦线 把你刚刚黏好的三条线把它戳进那个杜邦线里面 如果很松的话你就把那个线对折 把它夹扁再把它放进去 这样就比较不会掉 然后另外一端 另外一端请你直接把它放在A0到A5的S 就是讯号线只插讯号线那一边 只有插讯号线那个洞里面 就是 这A0到A5 那你隔着插 不要都挤在一起好了 所以你插A0的S 跟A2的S 跟A4的S 024 就三只脚插在这边 024 不要挤在一起 那这个做法 其实不是标准做法 这样子不太稳定 会不太稳定 但是它一样可以玩 一样可以玩 就把它插在A0 A2 A4 插在A0 A2 A4 好 正常的情况 我们通常不会这样做 因为这样子做的话 它这个是伏接的 伏接的 它没有真正的阶层一个回路 那没有真正阶层一个回路的话 它可能在动作上不会很正常 但是还是可以用 还是可以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把它插在A0 A2跟A4 所以 这个是插A0的 这个插A2的 这个插A4的 有三片铝箔纸 那这三片铝箔纸 其实就像触控板一样 那人呢 人的身体其实像一个大的电容 它会充放电的 那个外界的静电会在我们身上累积 也会充电和放电 所以当我们的手去碰这个铝箔纸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的静电会跟这个铝箔纸 会交互作用 所以我现在手如果摸在A0 各位看一下那个A0 你会发现它数字跟别人跳的不一样 它会从0跳到1023 而且一直来回来回 对不对 可是别的会不会跳到0 不会 也不会跳到1023 对不对 同样的道理我去摸第二片 A2 只有A2会跳0到1023 会这样乱跳 乱跳之中有一个规则在 所以我们要就是顺便训练小朋友的观察力 当我摸A4的时候大家都乱跳 但是只有那个A4会跳到0 会跳到1023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抓这些点 你观察的结果 你就可以用来抓这些点来做你的层次 既然它会跳到那么小 其他没有接的 不会跳到那么小 那我就跟刚刚一样的原理 我就可以直接来侦测 如果我的A0小于 我们不用一定道理 但是我可以比如说小于10 如果A0小于10 那就表示我按了它了 表示我按下它了 所以这其实就跟早上的层次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 A0小于10代表我按了它 那我就来弹奏音乐 我弹奏Do A0就是Do Ami好了 这样方向才对 好 所以 所以我把这个设为Mi 那这个就是Re 这个就是Do 那要重复 重复包起来 它才会一直侦测 那就先来试一下 当我按绿旗之后 来我摸摸看 真的可以 有没有 这么神奇你看 就是把它电线接出来而已 摸的是铝箔子 然后 如果有的人啊 他的手比较不会导电 你叫他把鞋子脱掉 脚直接踩在地上 那会有被电到的感觉 一点点麻麻 一点点而已 所以这样就好玩了 对不对 你看这样的东西 可以把它随便爱贴在哪里 就贴在哪里 所以我把它复制三个 另外一个就是A2 然后A2是Re 然后A4 A4是Do 对不对 这样就有三个音了 好那我按直行 各位这就是一台钢琴了 史上最廉价的钢琴 Do Do 它会有一点点不太稳定 因为你的电路的接法不是正常的接法 但是大致上 大致上都可以 那个 玛丽尔是小女养怎么弹去的 对 C吗 我怎么记得是 咪,Re,Do,Re,Mi,Mi,Mi 这样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钢琴 对不对 那如果你再加上 一开始可以变 你要去变换乐器嘛 这边 声音这边刚刚有讲变换乐器 设定乐器为什么 那我们大家可以 选不一样的乐器 大家选不一样的乐器 那我们弹起来就会有大乐团 好来各位试一下 很简单的大钢琴 所以不用 一定要要求校长买钢琴好不好 那个厨房铝箔纸买一下 电线接一接 教室就有一台大钢琴 不想接铝箔纸的就插在 巴拉身上 插在苹果身上 插在 刚刚后面有香蕉 拿一条来插插看 好 好各位 我切换一下画面了 就跟刚刚一样的做法 你把那个 我是香蕉 我一斤25块 我现在插在A5 所以你就多一个A5 这边全A5 然后你刚刚就用录音了 所以就播放录音嘛 那他就是变成一个裂器 我是香蕉 我一斤25块 那个小朋友不会认水果的 你就插很多水果让他认 好家里卖水果的 你就用这个 我是香蕉 我一斤25块 很快 就会很有钱 好那比较正规的做法 其实是要形成一个回路 所以我们 你可以把刚刚 如果你没有贴的距离太远 你可能就翻面再贴一遍 那等一下我们贴的 就是一样是三个鱼脖子 然后可是中间 我那边有放那个电阻 请各位在两片中间 放一个电阻 两片中间放一个电阻 那一样用胶带把它贴起来 然后 刚刚那两条线 你中间那条线就不要用 中间那条电线不要用 直接用头跟尾两条线 那要改接在哪里呢 改接一边接V一边接G 就是供电了吼 就是我要给这个回路供电 又给没有供电 给整个回路供电吼 那你哪一边接G 哪一边接V都没有关系 就是一头接V一头接G吼 好那我说明一下原理吼 那我说明一下原理吼 一头接V一头接G吼 那你这个这个地方会形成一个回路 形成一个电源的回路 那中间这个电阻就是 负载就是比如说灯泡或什么 有电器有东西在里面 电路就不会直接短路 好它会经过电阻去消耗它的功率 所以这个回路不会短路 它是可以用的 所以比如说正电就从这边跑进来 经过这个电阻再经过这个电阻 就会回到G&D 就形成一个正常的电源的回路 那奥妙是在这边 因为这边是五福特 五福特进来的时候呢 这里应该就会是五福特 因为这里完全是导通的 好那可是经过这个电阻 又再经过这个电阻到最后这边 到最后这边 这个地方应该是直接接到G&D 所以这里应该是零福特 就是零福特 就是接地端 然后那所以中间你看这两个电阻 如果是一模一样的 它的压力 这边就会是2.5福特 因为刚好一半 两个电阻一模一样 中间就会分一半 所以这边是5福特 这边2.5福特 这边就是零福特 那所以我们的侦测端 侦测端我就做这样子 这一条线 这条线等一下要插到A0 或者是A2的随便 然后就随便一个A0到A5随便一支 然后另外一边呢 我把它一样粘在铝箔纸上 然后我这个等一下手指要穿进去 所以 好所以我这个就是要接A0 我把它接A0好了 好所以这一条线就是A0的侦测端 到时候我就这样子去弹 好当我摸到这里的时候 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S4A 好当我手指去摸到其中一个点的时候 我们看到A0变成0了 而且是很稳定的0 很稳定的0 然后当我摸到第二格 A0变成500多 很稳定的500多 对不对 然后我摸到最后一格 1023 好就是5伏特 所以他这三个数字 其实会是很稳定的数字 好蛮稳定的数字 所以刚刚中间这个是2.5伏特左右 所以他会在0到1023的中间 大概512左右 好会在那边 所以我们只要定一个范围 好我们程式只要给他定一个范围 他就可以当做 就可以来使用 好所以 如果A0 大于800 我用我随便切 只要能够分出那三个数字就好 好大于800 只有1023那种状况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最左边的 一样是me 然后再来呢 一样是A0 我是用同一支 同一支手指 同一条线 那这时候我就要800多 500多嘛 500多你就要给他上面跟下面的界线 所以我要他大于 假设大于500 好他会大于500 因为他会乱跳 在510、20左右乱跳 所以我要再另外再一个 小于600 小于600 那这两个是要一起发生的 所以你要用一个而且 所以我如果是在 大于500 小于600的范围 你用货 我先用货 我用货 我用货 拿错了 用且 用且 我如果在这个范围里面 那就谈第二个 Rain 这样范围就出来了 那如果是小于 刚刚会是0 所以随便维持原来就好 那这样子就可以把三个分出来 那这个也是A0 因为我是用同一条线接在手指上 所以是同一根 同一根的侦测 那只是说我侦测的三个地方 它的电压不同 好 好 那你这个不要 好 那我就按直行 好 所以当我的手指呢 你没有摸的时候 它也是某个数字 好 这个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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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一样 好 好 很稳定的 就可以分出三个按钮 好 那 因为你手 刚带上去的时候 它乱跳的时候 好 也有可能会有声音 你就要再想办法去解决 但是这样是一个正常的做法 好 这样有形成一个正常的回路 然后我们用A0到A5 去侦测这一点的电压 侦测这一点的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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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样的方式来做的话 就不会有那个 浮动乱跳的问题 好 来各位试一下 好 这样就可以正确的 侦测出哪一个东西